大家好,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首先要說不好意思 我有偷懶了,我好像偷懶了兩次 還是三次? 真的不好意思,因為很懶 經常都沒有拍片 有寫了的,已經想好 究竟要拍什麼主題 要說什麼主題 但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時間 拍片給大家看 這句話是不好意思 但這句話要多謝大家 就是我訂人數破了300 謝謝 雖然300很少 但因為我沒有推廣過自己 又沒有參加什麼學校的計劃 能夠有300一個訂人數 是很感動的 有你們的訂閱和讚好 我們就會繼續努力訂閱 我會繼續努力做下去 而且會嘗試偷少些難的 好,那不說那麼多 我們說回今個禮拜的主題 今個禮拜我們會說一下不同的家庭用品的日文 這些家庭用品 除了在你家裡會看到之外 你去旅行,在酒店都會看到的 在一些生活上 譬如我在不說電視 或者是吹風機 即是風筒等等的日文 是怎樣說的呢?就是今天說的 好,那第一個第一個要說的 它是在廚房的 它的體積也有點大的 然後你是必須要用到它 因為它可以幫你的食物保鮮 還有可以幫你保存一些 醬汁、雪糕、朱古力 冰冷的東西等等等等 沒錯,說了那麼多 它就是這個雪櫃 雪櫃的日文是 冷凍庫 冷凍庫 第二個要說的 就是它也是冷的 它也是會發出一些冷風的 就是你夏天一定會開到它 是必須要用的 我覺得你在香港 這個開得特別大 好像不用錢 你到處去到商場 或者學校等等等等 尤其是港鐵的時候 它也是特別大的 沒錯 就是這個冷氣 冷氣的日文是 Aircon 第二個要說的 就是小時候大家都會很喜歡的 在家人吃飯的時候 都是必需品來的 我覺得 雖然媽媽經常會說 吃飯就不要顧著看電視 這個電視的日文 我們叫做 Telebi Telebi 以下下來的 就是現代人 一定會用到這個 每天都會用到的 以前它只有一個功能 但今天它是 用遊戲機 上網 看書 打電話 沒錯 就是這個電話 電話的日文 我們叫做電話 電話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在你的電話 也有這個功能 它是提示著你 什麼時候要到 或者不要遲到 或者是 大概幾多分鐘之後 就要什麼 大家猜不猜到我 在說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總之這個要介紹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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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人 每晚 甚至於 下午都很需要去 就是 睡覺 是 它的意思就是 床 那你要睡覺的時候 也要鋪床單 床單 我們日文會叫做 至於你睡完上去之後 要蓋皮 皮鍋的意思 我們在日文叫做布团 它的讀法是 你再妄想一點 你睡下去的時候 除了要床 床單 那張皮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需要這個 Sorry 就需要這個枕頭 枕頭的日文 我們叫做 枕頭 最後一個要說的 就是大家家裡未必會常常穿 但是你去酒店見到這個 是經常都很想試一下的 就是你洗完澡的時候 不是穿水衣 而是穿他們的浴衣 浴袍 那個是日文 我們叫做 Yukata Yukata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今天講了10個家庭用品的日文 明天我們會繼續講一下 不同的家庭日文 家庭日文 不是家居用品的日文 對 希望大家在家裡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指著它 然後讀出它的日文 相信大家的日文就會進步得很快 那我們一起努力啦 我們明天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讚好我的IG和Facebook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再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再見 掰掰